剛剛去問了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每個委員的桌子上 會有這個聲明稿 說是那個食藥署的人員發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弄錯 是我們食藥署 剛剛我們在會議的時候 田惠妮應該是出去 就是我們其實有要求 這個食藥署要把他們查到的資訊 就是跟大家公告 可是不是聲明稿啊 不是廠商的聲明稿啊 我們有要求他們覺得可以公告資訊 就是可以公告給大家看 不是不是這個完全不一樣 你是一個國家代表國家 主管我們食安最高的主管機關 然後你幫一個 現在被大家討論的公司 發他們公司的聲明稿 你怎麼讓他們查呢 也許他們聲明稿裡面的內容都是正確的 但問題這個是一個角色的問題 在頂心在3813 3823的進口從99年一直到103年 進了59.6噸的椰子酸油 對不起你先回答我 為什麼你幫他們發這個聲明稿 先讓署長整個完成的報告好不好 不是不是我現在在做程序問題 問說為什麼一個國家的最高的 食品安全的主管機關可以 為廠商發聲明稿 而且在國會殿堂上幫他發聲明稿 這不是幫他發聲明稿 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次 就算他的聲明稿百分之百正確 你也不可以幫他發 這不是你的調查報告 先聽書長講好嗎 先告訴你們怎麼拿到南網 化工的聲明稿 針對問題好不好 那南網的部分 方廠商發聲明稿這件事情 不是在講調查啦 你們怎麼拿到 這根整個調查過程 有關你們可不可以 請讓署長完整的講完 可以嗎 在我們調查的過程裡頭 對於南網的部分 我們也是要去做調查了 所以對頂心送過去的油 是不是有進入南網 那麼對於南網的部分 他是不是他的工商登記 到底是什麼時候 也請他做說明 也請他做說明 那這四個批號的油 有沒有進入他們的工廠 你們是行文給他們 還是口頭 在現場做調查 我們有到屏東 所以你們應該有 你們的調查報告嘛 對不對 是 那個調查的內容呢 因為今天沒有辦法說 一時之間 我們在現場沒有辦法做 這一方面的敘述 所以但是南網的聲明裡頭 他的內容是蠻正確的 而且內容的敘述很清楚 所以你們幫他們的內容背書 的意思是這樣 8號去的今天13號 就已經7天了 一個禮拜了 你連一個簡單的口頭報告 都沒有 竟然用南網的聲明稿給我們 如果你認為南網聲明稿 來署長 你如果認為南網的聲明稿裡面 百分之百都正確 你可以從聲明稿裡面 摘取一部分 做你們的報告 交給我們 而不是直接拿 南網的聲明稿 來給我們 我再講一次 這個是國家體制的問題 你想想看 外面的民眾看到這一幕 會不會昏倒 我們現在大家人心惶惶的時候 主管國家實案最高機關的官員 竟然拿著一個廠商 被討論的廠商 我再強調一次 或許南網的聲明稿裡面 百分之百都正確的 但你還是不可以這樣做 你拿廠商的聲明稿來發給國會議員 你幫他背書 你憑什麼幫他背書 你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人民會對你更加失去信心 錯亂到這個地步 那今天用這個聲明稿 發給大家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是10月6號的聲明稿 它什麼時候送給你們 他們10月6號寫的聲明稿 什麼時候送給你們 應該是當天去稽查的時候收到的 這麼多天以來 今天主席指示說 你們查的結果要給大家一個報告 換句話說你們查的結果 竟然是用這個聲明稿來代替的時候 那個整個行政流程出了非常重大的問題 是誰指示用這個來發給大家的 誰指示的 主席當然也有在護航 對不起啦 就是說 你們怎麼會連自己跟業者之間的 相對位置都搞錯啊 你們搞錯你們跟業者之間的 相對位置啊 那我就會擔心說 你到底有沒有查證 那剛剛聽起來 你的查證 你的查證就是用書面資料查證 他們剛剛說有到現場查證 經濟部工業局跟食藥署 都有到現場工廠去查證 你看到的就是他的數字資料給你的 那你怎麼知道那個會不會造假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林淑芬委員講的那個量與量 進口的量 買來的量 跟出去的肥皂的量之間 高度的不符合的那個部分 你都沒有給社會答案的時候 你竟然還講了一句話說 他的數字蠻正確的 你替他背書喔 好 管委員 這個部分喔 我想分兩個層次來談這個問題 無論如何你要道歉 分兩個層次來談論這個問題喔 第一個是 把我們當作廠商的什麼宣傳品喔 我覺得不要這樣子任意去指控 我們的食藥署 把廠商的宣傳品發給委員 這個不對啊 你道不道歉啊 這個跟食藥署道不道歉 我不曉得這個 他們可能這樣子馬上拿出來 因為他們這幾天大家都知道 他們其實在調查很多的事情 這個是其中之一 所以沒有時間寫報告嘛 所以這個以後可以改正嘛 所以我特別問啊 他10月6號就去調查了 對啦 我贊成 我贊成家委員講的 至少是一個公文的附件 10月6號的聲明稿 你怎麼會說這幾天當中 你們完全內部沒有報告呢 然後就拿聲明稿丟給我們呢 好 管委員 你的發言時間 現在我們請劉建國委員 等一下 我沒問到答案啊 他都不說啊 你就掩護他 我只問嘛 誰指示用這一份聲明稿給我們的 今天是誰指示的 我想今天食藥署 用這一份聲明稿發給委員 的確是不妥 所以我會想 我們的調查報告 我們還是會送到委員會來 可不可以禮拜三 下一次 下一次會禮拜三送來 好不好 我想這個其實是 所以是誰做的指示 委員會大家其實非常的 誰做的指示 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禮拜三把這個報告送過來 來來 誰指示的啦 因為那個人 他如果是決策者 如果是你很嚴重 因為你把自己官府的位置跟廠商的位置搞錯 這個我們會徹底的質疑 會徹底的質疑整個食藥署的中立的立場 跟監督的立場 所以到底誰指示 誰指示 謝謝委員的指證 的確我們該改善 要改善 是 我真的是站在同樣的性別的立場 我不會逼你說我很抱歉啦 但是我把你剛剛講的話 當作是柔性的道歉可以嗎 有沒有符合你的本意 謝謝 是嗎 謝謝 好 可以了 我想這個 我覺得他很懂得政治語言 好 我們謝謝管委員 那我們也要求食藥署 必須在禮拜三 就是用是一個報告的形式給委員 好不好